承認欺詐 波音與美國司法部 達成認罪協議 我們理解重量 我們要承諾 承諾和負責 事故頻發 口碑下滑 波音被動局面難扭轉 股價下跌 份額流失 波音市場地位遭動搖 波音不會被控制 這會花了幾年 波音認罪 能否就此脫困 晚上好 這裡是正在直播的 央視財經評論 我是張寧 當地時間7號 美國波音公司接受 司法部此前提出的 一份認罪協議 承認其在2018年和2019年的 兩起致命空難中 犯有刑事欺詐罪 接受第二筆罰款 以及承諾向合規及安全項目 投入數億美元 由法院裁定 向空難受害者家屬 支付賠償金的具體金額 但是波音的認罪 遭到了遇難者家屬的 強烈反對 他們將要求法院 駁回認罪協議 那麼波音為何要認罪 刑事欺詐罪意味著什麼 波音希望通過認罪換來什麼 波音又會失去什麼呢 維繞這個話題 演播室今晚請到的兩位嘉賓是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副研究員魏亮 和財經評論員許俊明 歡迎兩位 我們先通過短片來了解一下 波音公司這份認罪協議的 具體內容 根據這份認罪協議 波音公司需支付2.436億美元 約合17.71億元人民幣的罰款 此外 波音還需在未來三年 投資至少4.55億美元 約合33億元人民幣 以增強波音的合規性和安全計劃 該公司還必須聘請一名獨立監督員 在三年時間裡監督波音 落實這些改進措施 據了解 這份認罪協議的所有細節都需要得到法院的批准 波音的最終認罪協議 預計將在7月19日之前正式提交法院審核 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 印度尼西亞獅子航空公司 和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航班 先後發生空難 兩架波音737 MAX 8型飛機失事 346人遇難 2021年1月 美國司法部對波音提起刑事訴訟 後雙方達成為期三年的延期起訴協議 今年5月14日 美國司法部認定波音違反了暫緩起訴協議 開始繼續推動訴訟 在相關調查小組的一次聽證會上 波音方面承認公司的安全文化存在問題 不過波音最新的認罪協議 並沒有得到遇難者家屬的認可 部分遇難者家屬已通過律師 表示反對該認罪協議 認為對波音的懲罰過輕 我們看到經歷了三年的暫緩起訴 波音最終還是認罪了 那麼波音到底幹了什麼 未來給我們來梳理一下 應該說這次波音認罪是一個 波音公司和政府之間的一種默契吧 首先這波音公司確實在過去三年裡 還是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情 讓政府或尤其是美國司法部 認為之前我讓你暫緩起訴 你不是讓你肆意妄為的 你要答應我做的事情都沒有做 比如說要投入2.436億美元 去改善它的這種合規系統 包括要保證它的這個事故率要降低 那麼同時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 你應該去調整你的安全質量的標準 但是在司法部在評估的過程中發現 這筆錢沒花 然後它的那個合規的系統也沒建起來 何況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面 大家都知道波音的事故層出不窮 那在這樣一個狀況之下 波音就從他原本的這樣一種欺詐的行為 變成了更升級了 變成了有欺詐美國政府的這樣一種可能性 因此在這樣一個狀況之下 司法部給了波音兩種選擇 要麼你就是再認罪 然後再罰一筆錢 或者你就去接受審判 成為一個重罪 那顯然了波音會選那個比較輕的一種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 他作為認罪 然後再重新去投入2.436億美元 並且剛才像小片裡邊說的一樣 有諸多的這種責任 當然這樣做實際上是 美國司法部他沒辦法的事情 畢竟他要首先要維護美國的面子 那波音是在航天領域美國的一個面子 在這個面子背後還有利益 比如講美國的政府 他要採購很多的波音的設備 比如說美國總統的空軍一號 以及未來的空軍一號 都是波音的 那麼都姑且不說軍品 那麼在這個美國的政府採購裡邊 波音一年 尤其是去年37%的收入都來自於美國政府 在這樣一種情形之下 你如果把波音推了出去 讓它被審判 那麼就意味著很可能這個美國政府 在採購波音的設備和產品方面存在的障礙 或者說就不得不去外國買飛機了 這是美國認為是沒辦法承受的 這樣一種面子和理子上的損失 何況波音它會產生一種破窗效應 就是也就意味著美國在國際經濟的競爭中 它處於一種劣勢地位 這都是美國沒辦法接受的 因此即便是波音有了這樣的一種 惡劣的行徑或劣跡 但是呢 美國司法部也不得不哄著它 當然了我們說從某種角度來說 過去15年 美國的司法部也越來越傾向 這樣一種以罰代誠的 這樣一種方式 那麼也給了波音一些脫底的東西 因此呢 一旦這個美國司法部提出那兩種 一種很輕的解決方案 一種很重的解決方案的時候 波音就立刻心領神會了 我選這個輕的呀 那就形成了這樣一種我們說 所謂的認罪認罰的這樣一種方案 那波音這一次是承認 對聯邦監管機構存在欺詐行嗎 居民跟我們來說一說 這是一種什麼性質的罪行 它認罪會發生什麼 不認罪的話又會發生什麼 對 這種欺詐情況其實非常的惡劣 就包括像這個員工 像這個美國聯邦航空局的話 隱瞞了重大的這個設計的缺陷 那這一塊造成了300多人的這個死亡 肯定性質是很惡劣的 那它認罪和不認罪 就像剛才魏老師提到的 其實這是一個兩害群全其輕的一個邏輯 那肯定他是選擇認罪 那可能挨著一個軟棍子 可能會更好一點 這裡面就接著剛才魏老師聊到的 就是波音它不是自己的波音 雖然它是個企業 它跟美國政府其實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剛才魏老師提到了 過去幾年的話 像波音它的公開的這個財報的話 70%的收入是來自於政府的採購 包括像2024年第一季度的話 波音也有40%來自於政府這個合同 那除此之外 包括像剛才您提到的這個 比如像這個空軍一號啊 這些啊 包括像軍方的一些這個研發啊 這個製造啊 全部都是委託給了波音 波音其實還是一個最大的一個軍火商之一 而且要知道就是在90年代中期以後的話 像麥道被合併也好 包括洛克希德 它轉型做這個戰鬥機以後 那其實在這個民航領域其實就只有波音一家了 所以波音非常的關鍵 它有這個17萬的員工 甚至它大部分的這個供應商 還有很多的員工 如果一旦波音無法承接政府的合同 或者它被排除在政府採購這個名單之外的話 那很有可能這種重罪的話 無論是波音還是美國政府都承擔不起的 那除此之外 要知道在2021年以後的話 那個認罪過程的話 其實很多人就包括有些代表這些遇難者的這個家屬 就認為其實罰的有點輕了 甚至包括委託這些律師的話 認為你這次整個的認罪過程 其實就是一個相當於司法局在一個端水嘛 一個霍西尼 它其實是緩解了波音和美國政府 以及司法局的一種尷尬 就一方面的話 你會看到就是感覺像 這些遇難者的這些家屬 他獲得這個正義獲得了這個伸張 那另一方面 也不至於讓波音承受這種滅頂之災 依然可以繼續的經營 所以這一塊相當於是給了波音 三年之後又三年 三年之後又三年的一種妥協的一種政策 所以這一塊其實也反映出來了 波音這種大而不能倒的特點 嗯 沒錯 那麼連續發生的安全事故 讓波音的口碑在持續的下滑 但是這種被動的局面 什麼時候能夠扭轉呢 眼下似乎我們仍然看不到頭 因為剛剛向司法部門認罪和和解之後呢 波音又出事了 美國聯合航空公司證實 當地時間7月8號上午 一架從洛杉磯前往丹佛的波音757客機 在起飛時起落架一個輪胎掉落 航班行程未受影響 目前也沒有收到人員傷亡報告 美聯航表示 飛機輪胎已經找到 調查正在進行中 就在同一天 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表示 由於乘客氧氣面罩 可能在緊急情況下失靈 該機構要求對2600架 波音737飛機進行檢查 該機構稱已收到多份報告 稱相關機型出現了乘客氧氣發聲器 未移的問題 稍早前的7月1號 一架波音7879型夢想客機 原定從奧克蘭 飛往上海浦東國際機場 但飛行大約四個半小時後 卻突然掉頭返回奧克蘭機場 新西蘭航空表示 返航是因為飛機一個引擎 耗油量比平時多 出於安全考慮 決定返航檢查和維修 相對來說 波音近兩年的安全事故 其實並不是太嚴重 但就是止不住 為了你覺得 為什麼波音改善安全質量的行為 就是沒有辦法產生成效呢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它的企業戰略 又傲慢又慌亂 所以它極其難改 從傲慢的一方面來看 剛才其實劇名已經講到了 它本身有17萬員工 接近20萬員工 同時在它的產工鏈上 有上百萬的員工 所以說這些飯碗要被砸了 美國政府可承受不起 畢竟拜登政府上台以來 到現在他們自己宣稱的 增加的製造業崗位 就80萬左右 因此一次性的砸掉波音的飯碗 相當於砸掉了 美國政府自己的飯碗 從這樣一個角度來說 波音是心知肚明的 在這樣一種情形之下 它不擔心美國政府真的是 嚴懲它 只會小小的勸戒一下 那從慌亂的一方面 其實也非常深刻的體現出 這方面的問題 比如講 在波音出事的這段時間裡邊 它大概是過去10年 一共花了434億美元 來回購它自己的股票 裝點自己的門面 它覺得把門面裝點好了 是不是事兒就過去了呢 那當然我花了這些錢 去裝點門面 恐怕就沒有錢去把空質量 去研發飛機了 那要知道434億實力 什麼概念呢 它是波音當前市值的 接近40% 能夠生產這個數千架 這個波音設施的飛機 737 MAX 8 同時呢 這些錢還足夠 來設計研發 像這個空客380 像這個空客380 像波音787 這樣的大型飛機 研發三個機型 所以呢這些錢 投入了股市 股民這個高興了 但是呢 對於乘客來說 安全保障在哪呢 那也就是這樣一種 慌亂的 這樣一種企業戰略呢 帶著波音 進入了一個 又一個死循環 第一次是延期起訴 第二次是認罪認罚 那麼還有沒有第三次呢 如果說跳不出這樣一種慌亂 又傲慢的企業戰略的話 我相信可能還會有第三次 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麼這一次在波音認罪之後 如果依然是這樣 事故不斷 居民覺得接下來 他的認罪和解 會不會發生變數 對 我認為其實發解變數的 可能性並不是大 即便發生了這種變數的話 也改變不了 像波音這種 實力不計的這個本質啊 這裡面其實也可以 反映出來幾個問題 就還是接著 剛才魏老師聊的 就是他的本身戰略 其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波音不再是我們 當年幾十年前 覺得他是一個工程師的要欄 波音以前是講究工程師的文化 但是在90年代開始的話 尤其跟麥道合併以後的話 波音開始反映出了一種 我是為這種 資本市場利益為主導 就包括像96年的時候 當時整個 弗尔康迪特 上台做CEO的時候 他就當時說的是 我們整個波音 現在不要再想著 是以製造出領先同行的這種 飛機為主要的目標 而是我們要努力創造一個 以穩定股價為主的發展環境 整個環境就發生了變化 包括這次 為什麼這幾年發生了很大的事情 原因就在於 其實波音很多它的品控 並沒有做好 比如它大量的飛機 是外包生產的 就包括 其實最早的話 像727時代 它的整個外包 這種供應商的話 它的比例也就佔了2% 但是到了777 到了787的話 它的比例 從30% 提到了70% 甚至80% 那整個你的品控 是沒法做到 很完整的一個管理的流程 所以它本身上是顯示的 它的整個的實力不計 那麼剛才 魏老師也提到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觀點 就是你觀察它的股價變化 包括它之前採取了很多的手段 維繫股價 其實7月8號 在整個開盤以後的話 其實會發現整個波音 它其實盤中一度是大漲了3% 為什麼呢 就是很多其實投資者 它會認為這個認罪協定 某種程度上 其實也是給波音吃了一個定心丸 相當於是利空衝進 盡是利好 但其實後來會發現 整個股價又迅速的跌落 所以看到很多投資人 其實它像是趁機出貨的這種心態 這方面其實也反映出來了 可能大家對整次這個認罪 認罪覺得波音 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但從長期來看 波音的實質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 它可能也是一個 向衰的一個態勢 對 事實上我們也看到 在口碑信譽持續流失的同時 波音的市場地位也被明顯地動搖 我們來看短片 從2019年開始 波音的市場份額開始逐漸流失 當年老對手空客 共交付863架客機 自2011年以來首次擊敗波音 問頂全球最大飛機製造商 此後的2020到2023年 空客仍然穩佔上風 以明顯優勢連續擊敗波音 股價方面 2019年後 波音股價一度跌到 只剩最高值的三分之一 此後翻身乏力 今年以來 波音股價一路下挫 迄今為止 年內跌幅超過25% 由於現任首席執行官 將於今年底辭職 物色下一任波音CEO 已被提上一時日程 此前 美國通用航空航天公司CEO 拉里·卡爾普 被普遍認為 是這一職位的不二人選 但是他拒絕了這一邀請 波音自己的董事之一 航空航天資深人士 戴維·吉特林 也拒絕了這一職位 下一任波音CEO 儼然已成為一個燙手山芋 我們接下來探討一下 有了暗底的波音 在扭轉現狀的過程中 都會受到哪些影響 我覺得它的影響 還是很多的 雖然說他現在是認罪了 但是很難說 他就能徹底地卸下包袱 我覺得以後 波音可能還是 有一些困難在前面 一個方面就是說 下一步 他的這樣一種認作協議 能不能成立 我們知道現在 倒是美國司法部和波音 打成了個默契 但這畢竟只是檢查機構 和這個企業 被訴企業之間的默契 最後 這個協議能不能達成 還要看法官的意思 那麼此前呢 這個負責審理這個案件的法官 一直是痛斥波音 他們是不遵守這方面的規定 並且呢 是有所謂的惡劣的犯罪行為 因此呢 如果說這個審案的法官 不同意這個 認罪協議的話 那恐怕這個美國司法部 還得繼續跟波音商量去 當然了 法官也要考慮到另外一方面 就是受害者他的因素 因此呢 法官他要權衡好多方面 一方面 能不能得罪美國司法部 第二 能不能得罪波音 第三 還要考慮 你要在美國的國家利益 和這個受害者的權益之間 做個權衡 到底要哪個 因此呢 這方面呢 不是不能說波音認罪了 他就真的過關了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說 這個認罪協議 它只管的是 2021年的那個 延期起訴的東西 它實際上 涉及的範圍是 五六年前的那個 施航和哀航 兩個空難事故 但是之後呢 我們說 波音的麻煩不斷 那這些麻煩里 還有哪些 潛藏的 對波音的風險 包括未來 對它的訴訟 那這些都是沒有 沒有覆蓋的 這個風險藏口 那在這裡邊呢 波音還可能面臨著 諸多的訴訟 包括它在這個 這個金融市場上 包括它在這個 全球的航運市場 製造業市場上的 一些風險和挑戰 這方面的風險挑戰 現在是沒有定論的 而且呢 在這樣一種 我們說 傲慢的 這個混亂的 這樣 慌亂的這樣 一種企業文化 和企業戰略當中 它完全沒辦法 去應對這些東西 那麼第三個呢 就是它還有沒有錢 和意願來 研發新的機型 我們說 波音現在的一切問題 歸咎於它的企業戰略 實際上是因為它 不斷地拿舊機型 傳統機型來賺錢 導致的風險 而不去研發 這個新機型導致的風險 那現在擺在波音面前 的是幾條路 一條路是 它有接近這個 6000架的這個 新的飛機訂單 那麼另外一方面 是每年現在要 虧損300億美元 在這樣一個面前 它是先去賺利潤呢 還是先去研發新機型呢 至少目前為止 還沒有說 它近期能夠推出 新機型的這樣的消息 那從這樣一個角度看 如果說它不去生產 那6000多架飛機 很可能它就沒辦法 再從金融市場上融資了 因為大家對它的評級 已經到垃圾級了 再不行 它就恐怕就要 離開這個金融市場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如果它去研發新機型 它還有這個錢 大家還給它這個寬容度 或者說大家還能忍耐它多久呢 都是一個未止數 那在這樣一種背景之下呢 或許波音還是大而不能倒 畢竟美國政府 要替它說好話 包括美國的軍方 要替它說好話 但是它攔不住 市場的強大規律 就是消費者 還能繼續買你的飛機嗎 所以說它可能不會大而倒掉 但是可能會大而平庸下去 沒錯 就像我們現在看到的波音 從經營的角度來說 它是呈現了一種頹市 居民覺得這種頹市 是不是會持續下去 或者我們換一個角度講 作為它的競爭對手 已經連續五年 成為全球最大飛機製造商的空客 是不是會依然保持它的競爭優勢 對至少此消彼長 可能這段時間的話 空客會有一個結構性的機會 那同時波音 我還認為這種頹廢 可能會持續下去 這不是一場突如其來的 一個黑天鵝 而是一場持續了幾十年的灰犀牛 像您剛才提到的 包括像這麼多的 飛機要去庫存 那本質上還是它的文化出現了問題 它以利潤之上 而非製造之上 甚至包括當年911之後的話 其實波音的話 甚至是大量的裁員 然後變賣資產 獲得整個股價的穩定 那這些其實我認為背後反映出來了 我們宏觀層面來看一下 是美國整個製造業的空心化 甚至也呈現了一個衰退 包括今年上半年的話 其實美國都是去日韓 去尋求合作 來發展這個造船業 那我們都知道 當年美國造船業 其實也是很強 但是在里根政府之後的話 裁了4萬人 然後甚至包括現在造船業 也是日落西山 這背後還是美國製造業空心化的 一個具體的體現 好 謝謝 謝謝兩位嘉賓的分析 歡迎回來 波音公司認罪 意味著一系列負面影響 口碑信譽固然會進一步的下滑 未來承接政府採購的合同 勢必也會受到更加嚴格的審核 而好處則是 規避了司法部門深度介入 可能暴露出的更多問題 但無論是刑事使然 還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認罪都無法了結波音危機 官司的暫時和解 或許只是波音新難題的開始 好了 這就是今天的央視財經評論 感謝您的收看 請您繼續關注財經頻道更多精彩節目 我們再會